有可能解除对的System Solution 因为你够多的话代表这个系统的Solution 是能够满足所有的Data 不是只有一部分的Data 所以我们讲那个Data要越多越好 一般的Systemati连走就是Data越多越好 它应该是越主越不会受到你的Noise的影响 想听懂吗 所以我那个题目的设计还是有意义的 不是没有意义的 要让你们了解这三个状况的不同 但这三个状况都有可能 这个-AX还等一点 这三个状况都有可能 那这两个状况是一定可以的啦 假如说这个A inverse存在的话 这个是假设A inverse exist 的话这个是一定相等的 那这个他解出来一定是 我们叫minimum norm solution 他也一定相等的 可是minimum norm solution 只是在告诉你说 这个X hat 这个norms minimum 但是他只是他的其中之一的解 这个X hat 只是其中之一的解 他也要有很多解 就这样子 所以Systemati连说起来是很简单的概念啦 就是在都是在讲这些什么 equation跟unnorm的关系啦 好 那所以那个题目就是大概是 就是要给各位的概念要清楚 那这个概念清楚啊 道理就是因为我们的System ID 一定会用到リースクール solution 或者一定要用リースクール solution 不能minimum norm solution 你可以equation你可以等于 就是m等于n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用m小于n 所以在在做V的V matrix的时候啊 你的column number一定要比raw number多 这样听到吗 好 假如我给你考试说 哇我这个V多少百多少 我解出来这个结果一定是对的 好啊你要就要你要看看我这个解离的V到底多大多小哦 这就是很多基本概念啊 这些都是V2的基本概念 我们一定要要晓得啊 不要说啊我Systems就全部对了 不对 Systems不能随便乱用啦 Systems的结果不代表リースクール solution的结果啦 它有可能是minimum norm的 solution 看你的以灰形的Number跟NNumber的Number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们这里再有一个叫做enhanced angle matrix 那这个enhanced angle matrix 这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你A B C D G 一直解 好 那这个我们叫做enhanced angle matrix 它跟一般的angle matrix是一模一样长得一模一样 你假如跟它把它做出来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解出来的那个Systems macroprameter 跟Observer gain the sequence 把它放在一起 那放在一起的话就是这样放 每一个YK哦 K可以从1到1100万哦 那每一个对称的就把它排在一起 所以变成说你的column就多了 所以YK的 这个Squid YK啊 注意一下这个Squid YK 这是等于YK 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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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房写 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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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它大小跟N不一波跟奥波有关吗 那这个呢 是M by M 好 这个是M by M哦 所以最终的结果呢 这个变成怎么样 这个变成M 这是个M by M 加2 这个大小就是M by M加2 假设说你有Single InputSingle Output呢 Single InputSingle Output就是这个110 这个110 所以变成100 哦 可以吧 哦 这个就是它的Dimensional大小 我会用一个Homwork给你们做啦 已经有了8B就是了啦 所以Homwork里头啊 你们的叫做Combined System Microprimator 那就是Enhanced Microprimator 就是在这里 这就是Combined System Microprimator 那你们的那个8A啊 每一个Single YK啊 是等于是E by O 注意啊 你们这个E by O 那假如这样的话 你就也是用EIA去解 那EIA解出来A 还是A就是M by N 你解出来有一个叫做B跟G 那个你的Input就有两个Combined 一个是B一个G 那C就是C 好 那这个就同时呢 就是把ABCD全部解了 我们来几个例子 这个是我们例子 所以你的Homwork B啊 也是按照这个例子去做就好了啦 我们Observer Microprimator 就是E-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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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Observer GAN的 sequence 就是0、1、0、0、-1、0、1、2、3、4、5、6 12、3、4、5 好 那这里第一个 Observer Game Microprimator Observer System Microprimator 第一个是D嘛 所以你们要注意喔 Combined 起来呢 就这样子 Combined 你看我的Combined的 D、一、二、三、四、五 那就是把 D、D、一个跟D一个 Combined CBCCC就是等一下 来-1 从第二个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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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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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第一个就是 y y screvet y trig sog . 第二个就是 cyclode กhofey 就是第二个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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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你要播对哦 不要排错了 System-Marco Farming的第一個是低,我們考試的時候也有同學問 最後一題,System-Marco Farming的第一個是低 你們講過了,所以這個一般,不是一般,一定是這樣子的 System-Marco Farming的第一個都是等於一個低 所以你的Post-Response的第一個,那個值就是等於低 這個就是Combine-Marco Farming的 那這個你看Y1,Y2,Y3,Y4,Y5 這個Squid-Y1,Y2,Y3,Y4,Y5 那Y1就是這樣排吧,剛剛講過了,負一一 所以每一個都是100 假如你是Single-Input,Single-Aput的話,這是100 這你們要排隊,把它排得正確 好,那我Hangle-Matrix 你看我這個Hangle-Matrix給你看 Hangle-Matrix的Squid-Y1,Squid-Y2,Squid-Y2,Squid-Y3 那就是等於把第一個 Y1等於-10,在這裡 第二個等於-11,就等於-11 那這個是-11,第三個Squid-Y3等於-10,看到沒有 所以這裡Y1,我用兩個 Combine-Marco Farming去組成的話 它就是變成240 看到沒有,240 那H1呢,排出來也是一樣 你就把它算好了,排好以後你就這樣排就對了 那你去解它的Single-Value Decomposition 就變成這樣子 它雖然是,它有240 所以它有兩個Single-Value 那這裡就是400號 當然你可以用 你們在做你們的City的時候 你們在有Noise的時候 當然不會用O啦 O太小了啦 那裡面也假設說要做大一點嘛 讓你Single-Value有出氣的地方 你的那個Internet Noise 你的Noise 要多一點Single-Value給它Noise 給它去啊 否則它沒有出口啊 那沒有出口 它就把它全部集在你的那個System裡頭 那System裡頭 你的解出來的那個System Matrix 就是A 那麼就會有很大的誤差 你的EigenValue解出來也會有誤差 所以我們一般來做 Hengel Matrix是一般都會比較大 至少要大三倍以上啦 比你假設小了你的System-O的話 都要大三倍以上 因為你要有一些Single-Value讓這個Noise去 然後我們再把它Tronk掉 那Single-Value有一個作用就是說 它可以把一些Noise的Information 吸在裡頭 那吸在裡頭以後 我們再把它拿掉 就等於清掉它的Noise 那懂這個意思吧 好 所以 我們在formHengel Matrix 我們Data為什麼要多 那就是Hengel Matrix為什麼要大 就是這樣Noise 可以被Single-Value把它吸掉 一般的Noise Noise-Value一般都是比較小 假如說你的Noise很大 你在量東西的時候 你Noise很大 比你原先的系統的信號都還大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重心在燈中 啊 對啦 那個你再好的信號 阿力換話也沒用 你的系統的Signal 已經全部是Noise的啦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Signal-to-Noise Ratio 就是說Signal跟Noise Ratio 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範圍 比如我們一般來講至少Signal-to-Noise Ratio 一般大概至少要十倍 比如這樣講嘛 或者五倍 不能說Signal-to-Noise Ratio 一對一 我一個Signal 你的Noise也是一大小都是一 那我的 我那個信號量也什麼用 沒有 都是誤差嘛 所以 就好像你們在高速公路在開的時候 那個 他的雷射槍啊 他的Signal-to-Noise Ratio 假如說 這個誤差大於十公里的話 那你就開到120 130 你還可以跟他 跟他吵啊 你這個是 那個誤差差大於20 你說規定110 我才開到130 你為什麼要有那個十的道理是因為 就是因為在美國 有人就是超速 然後超速就跟法官去爭 爭的結果是說 看看你雷射槍的誤差多少 你假如開車超速小一台誤差的話 你會贏的啦 懂這個意思嗎 假如那個沒誤差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會贏了啦 所以 現在一般在高速公路在開 為什麼說人家講說 喔規定是110 開120還好 他的誤差是一個七個馬還是兩個星馬 那我就不曉得他一個七個兩個星馬 不過至少 他那個以前 我現在不曉得啦 以前在抓超速的時候 當初用雷射槍 就是抓那個死有道理的 不是隨便亂抓的啦 那就是說 因為你到法官去爭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爭這個馬 所以這個誤差 是這樣來的啦 而不是說故意警察給你10公里 這個誤差 因為他雷射槍還是有誤差 本身還是有誤差 好 那 同樣的 我們在這裡也是 signal to noise ratio 譬如講說 雷射槍誤差是100公里 你開兩把也沒關係 他也沒辦法 對吧 意思是這樣子的啦 不可能啦 你講誤差是 假如小100的話 那這個雷射槍沒用了啦 同樣的道理 跟我們在做systemity也是一樣 你量測器 假如signal ratio 那 1比1的話 那也沒用啊 我們一般來講signal noise 就越好 越大越好 同樣的 那 signal value 的composition 就是說 你叫signal to noise ratio 有一定的 有一定程度的話 那麼 你signal value 小的signal value 就會把你的所有的 noise 的那些信息 把它吸收在你很小的signal value裡頭 那 我們hangle matrix 夠大 的話呢 這些小的signal value 就是剛好 讓這些noise 進去到那裡 那我們就把它拿掉 所以為什麼signal value decomposition 有用在很多領域裡頭 包括 我們叫做 很多信號處理 還有很多這個 影像處理 都會用到signal value decomposition 影像處理 你假如說 在照影像的時候 這個影像 有誤差 那用signal value decomposition 可以清掉它一點 這個 這個原因 所以signal value decomposition 就是 因為在這裡 那這裡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在這裡 用signal value decomposition 因為這個 這些data是 沒有noise的data 這個理論上的data 那它其實 最大的rank 只有 你signal value 再把它長大一點也一樣 它最大的 那個signal value 還是 好 那這裡只是告訴你 這個 那個 decomposition 那 c就是這樣 那b呢 b就是這個 那個 the half 乘上這個 那剛好是 四百四 那這個四百四 前面這一部分 前面 第一個column 就是等於b 第二個column 第二個column 就是等於g 你這樣算出來的話 第一個column 就是等於b 第二個column 就是等於g 好 因此 所以我為什麼給你 給你這個 第二個那個 八b 就是讓你來練習一下 用combined signal value 就是enhanced signal matrix 那個去解 abcdg 你會發現abcd abc解出來 abcg解出來 abcg解出來 不一定一樣喔 先跟你講喔 用這個方法 combined跟沒有combined的abc解出來 有可能不一樣喔 因為它的cordinate 可能不一樣 做標準不一定一樣 所以你假的不一樣 你不要驚訝 你可以兩個方法去解釋看 他abcg 這abcg都可能不一樣 用兩種不同方法去解釋 好 因為abcg 因為他跟cordinate有關 所以 雖然你的system macroprimity 跟observer gain sequence 這個都應該一樣 因為這是unique 但是 你這兩種方法解出來的 用enhanced hegel matrix 解出來的 跟其他傳統的方法解出來的 解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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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出來abcg 解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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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怎么样,查一下吧,一样不一样,A一样不一样,跟前面解的方法一样不一样, 好,你们看一看,A,B,C,是不是一样,前面几个配置,A就好了,前面几个配置, 好,前面几个配置,A,A是什么,A是零负一零,B呢,O四分之一零,C是这样,一样不一样,跟刚刚那个一样不一样, 一样,这A1是零负一零一零,那我们这个,这种combine是多少, 好像不一样,对吧,前面的是零负一零,零负一零,这里是零一负一零, 那B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从这里简单的结果 就可以证明我讲的那个ABC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这个OKID讲到这里是刚好一个段落 他就说你们这个OKID 实际上的方法 我们只讲方法论 方法里面应该都学到了 所以就叫做方法论 所以这里就可以给各位看了一下 那这个看了一下就是说 那么整个流程 整个系统的流程 就是说我们有input 我们有output 那我们有observer marker parameters 然后再解system post response 那再解observer gain the post response 这个也可以叫它system marker parameters observer gain sequence 然后从这里我们就可以 identify A,B,C,D跟G 一起identify A,B,C,D跟G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等等 好 这个我们在拉扫这个发展这个方法 至少好几年 那你们大概几个礼拜 就洗完了 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就洗完 好 所以 所以 第一个要发展那个方法 要时间 要学这个方法 时间要短了很多 但是你真正要把它了解到清楚 那你们要好好仔细看书 这个也不是说在这里 这样讲几个礼拜就懂了 好 这里有一个 rule 记不记得那个V matrix V matrix有一个P 对吧 那个P到底要多大多小 要注意 P最小值就是等于 model n除以m m是output number 这个P值 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V matrix 这个Y等于Y barV 那这个V matrix跟P有关 这个V matrix其实是 应该是R加上 那么R加上m 乘上P 这样的Raw number乘上 乘上这个你的Data number 比如说L 这里有个P啊 那就是说你那个Raw number 大概多少 就好像我给你们考试啊 Hangle matrix 我给你Raw多少 给你这个Data多少 你们要去排啊 对吧 那当然这个是假设说那个 假设说我Initial的那个System是静止状态的话 这个它的Column number 其实是你的Data number 在这个Case里面 但是假设说你不是在Rest 你就要砍掉一些嘛 那这个P啊到底又多大 才对 那这里就给一个词 这个P最小值 这个P呢 这个P一定要大于N除以M 那M是Number Output 那N是N是Order System Order M是System Order 好那当然你会讲说 我不晓得System Order多大 因为Systemity 假设你晓得System Order 那就好啦 那简单的多 Systemity 重点就是说一般我们 不晓得它的Order 但是我这里只要求你大于这个啊 那N 你假如够大的话 你N应该够吧 对吧 所以你的System Number 越大越多的话 那你这个P可以比较小一点 你的System Number只有一个 它假设System Number 是只有M等于1的话 那你P一定要 要至少要大于 应该是大于等于的 应该至少要大于或者等于 它的Order Order System 比如我的Order System是10 那M是等于1 那M是等于1 那我P一定大于或等于 这等于10 那假设你Order不晓得 你总的把它想象Order大一点嘛 100小可以吧 所以我们一般在解这个用OKID的时候啊 那我们当然会去先做分析一下我这个系统到底应该Order有多少 比如讲我这个大楼 那我这个大楼啊 我这个地震啊我都用地震的例子啦 因为没有什么事的话这个大楼也要它不动的啦 除了大风 台风 大雨或者地震嘛 地震最好用的啦 地震来它一定动的啦 地震多厉害就是这样子喔 所以有一阵子啊我在想说用地震的能量喔 来把它变成电能 那可能我们计算过 只要来过一个地震啊 大概我们一年的电能都有啦 只是不晓得怎么把它收起来啦 我已经写过论文是这样子啦 就不晓得把这个地震能怎么样把它储存起来啦 是可以变成电能没错 但是储存是有问题的 比你什么用水化电 水力化电都还好得很啦 那为什么不要接雷就好呢 那为什么不要接雷就好呢 接什么 接雷电 接雷电 雷电也可以啊 但是就是你有办法 只不过雷电是比较就是来气比较地震也一样 来气不重 不过台湾几乎每天都有地震 大小而已啊 所以有小有大的 但是你假如好好思考一下 真的地震在摇我们大楼的时候啊 它是可以花电的 我们大楼有压电 假如要用压电材料去做的话 摇一摇它真的有电啊 不是开玩笑的 不过大楼就要用压电材料去做 压电它动能就 所不定压电材料就是动能变成电能嘛 跟太阳很一样 所以你假如用压电材料来做的话 那一动我就有能量 但是能量电能最麻烦的地方就是 你没办法储存它啦 那现在已经当然 我们为什么电车到现在还没铺普遍 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那个电池没办法又小又轻 除了那样又尬嘛 问题在这里嘛 对吧 我们的问题是在处在这里 假如哪一天这个解决了 那地震的化电也很用的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地震来 那我们这个大楼 绝对不能用超过15个赫子 那第一我们台湾地震 不会超过15赫子嘛 那我们这个大楼小于15赫子 我们用分析的方法 可以把它分析出来 大概有多少个 那你假如说我们地震 我们假设说我们有三个频率 那么N应该多少 那N应该多少 第一次讲三个频率 N应该多少 每一个频率有多少 代表每一个频率有多少 两个 所以三个频率就是6 N就是6 每一个频率有两个state 为什么 因为它有位移 每一个频率有两个state 所以每一个频率有两个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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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频率是刚好六个state N就是6 所以这个N有时候 我们应该要用系统来猜 那假如这个是6的话 M是等于1的话 那么T就是要大于等于6 但是我们做System ID的时候 6是不够的 因为你还要给它Noise的那个 除准的地方 所以我们一般的Rosum 我们叫Rosum 就是一般的原则 我们三倍 三倍多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经验 那目前我们的经验原则 那6的话 乘以3就是SPA 所以我们就假设它有SPA SPA里头有6个是要给系统的 有12个是要给Noise的 6头会越好吗 6头会应该理论上也会越好 但是太大的话 你这个计算误差又进来了 懂这个意思 所以你这个要有一个TRAIN OFF 就是说你大到一个程度 你计算误差就进来了 所以你认识是越多越好 是没错 反正你再来做Sing Evaluating 从Cash就好了 OK 所以在这里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公式 P最小是要大 要等于N over M 那譬如讲说N是18 M是4 那怎么办 18出于4 小数点啊 4点多 那你要加5 你一定要大1或等于4.5 没有那个4.5的啦 P不能有4.5 一定要整数嘛 你就把它当成5 这样可以吗 就这样会算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路上 这个就是 我没有证明给各位他看啦 但是这个是就好像Henkel Matrix 我们说他一定要大大一个程度 就是要大于他的System Order嘛 对吧 对吧 这个一样的道理啦 那这个是要解Observable Macro-Parameter Observable Macro-Parameter V要够大 V够大 就是大到说你的Raw number 一定要大于这个 你的Color number 一定要比这个还多 你的Color number 你的Color number 一定要比这个还多 懂吗 这个我就是刚刚讲 那个Least-Gruel Solution Minimum Normum Solution 就是这个原因啦 你只要这个 比这个少的话 比这个成绩少的话呢 你变成Minimum Normum Solution 对不对啦 你Data一定要够多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在这一页就是在 叫你做M要多少 那你求出来的 这个求出来 这个最大的Order 可以这里注意啊 我在这里跟你讲 最大的Order System 这是P乘M 解出来A啊 像我们这个 这次考试 我说Hengel Manager多少 A应该多少 最大的Order多少 这里哦 这里哦 假如说P是 P 这个P啊 我们叫做 P Observer Microprimitus 你假如P定的话 你就有多少 Observer Microprimitus 那么Maximal Order Observer System 是P M NP 所以假裁P是10 那M NP NP